以诗帖的故事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但今天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故事 我要补充一个很短的信息 我给这个信息的题目就叫做 《降悲坚信绝地反弹》 其实刚才我们透过这个绘本 相信大家对以色列故事已经有所认识 这个故事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真实的经历 并且这段的历史记载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之中 在这段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 神确实是帮助了以色列人大大胜过他们的仇敌哈曼 但我们要明白以当时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 其实以色列人是根本没可能可以得胜的 为什么? 因为仇敌哈曼是一个非常之厉害的人物 当时他绝对得到王的信任 是王身边的大雄人 他很有势力亦都很有钱财 更重要的是最后他得着皇上的戒指在他手里面 根据当时波斯的律法来说 谁写了一个诗书然后以王的戒指印上去 只要那个诗书印上了王的戒指的概印 就没有人可以更改 意思是连王自己都不能够废除这个诗语 而且哈曼在王的心目中是他最信任的人 他的地位无可动摇 究竟有谁有能力可以一时之间 将哈曼整个的形势反转呢? 只有神可以做得到 那究竟没底改和以色列是如何启动这个神迹的呢? 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怎么可以领受同样的恩膏在我们身上 以至到我们都可以扭转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呢?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第一个大点就是向神降悲 其实神迹启动的关键就是向神降悲 因为神敌党骄傲的人 但是他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神的时候 神迹就自然会出现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对神那份信心的由来 究竟我们怎么才可以有信心呢? 原来信心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性我恐惧 因为恐惧天生就是信心的敌人 因为恐惧天生就是信心的敌人 每次我们想拿起信心的时候 恐惧就要来侵蝕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打一场仗去胜过这些恐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启动神迹 我们来看究竟是以诗帖记当中的这一场仗是怎么去打的? 我们先读以诗帖记的第四章 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这五节的圣经 预备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起 以诗帖就吩咐他他甲去见末底改说 皇帝一切神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 若不梦照善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必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像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梦照进去见王已经三十入了 人就把以诗帖这话告诉末底改 末底改托人回复以诗帖说 你莫想在皇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得免者和 此事你若闭口不宜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自灭亡 厌至你得了皇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第一个小点就是 我们要放下恐惧 刚才我们看到绘本的故事 和我们所读的圣经 原来在那个时候 以诗帖已经没有被蒙照有三十日了 三世又没有见过皇的面 连以诗帖自己都不清楚 当日他被损上做皇后的那份的恩宠 还不存在 她还不存在 今年的皇上是否愿意听他的说话 Would the king be willing to listen to her 还有波斯有一个定律 And there was law in Persian kingdom 如果没有蒙照先知尊 有来院是会被处死的 Anyone who has not been summoned to the inner court will be sentenced to death 曾经已经有那么多人处死过 究竟以诗帖是不是可以幸免于难呢 Many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before already And what about Esther 其实没有人可以肯定的 So no one was sure 当时的阿哈罪老王心里面非常受烦 他还在商量着他的大计 King Ahasuerus He was very upset He was wondering what he could do 因为他之前打了一场大大的败仗 Because he was just defeated 他又举行了180月的宴会 就是想笼络人心 He had the banquet for 180 days He wanted to w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back 目的就是要再次去打一场的仗 So that he could go into the battle again 所以估计这三十月没有见 这个以诗帖是因为他正在开军国的大会 Maybe he didn't see Esther for 30 days Because he was having a lot of meetings with his commanders 如果在这个时候以诗帖闯入内院会怎样呢 If Esther would go into the inner court at this time What would happen? 以诗帖不是波斯人 Esther, she was not a Persian 会不会被当成间谍上来偷听这个国家机密呢 Would she be regarded as a spy? 所以这个举动简直是一个狗死一生的举动 So that action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所以以诗帖里面充满紧张充满惧怕是正常的 但是母帝哥就跟他说 你一定要去见王 求王来解救以色列人 但他在心里面那份恐惧就难了以诗帖要进入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以诗帖一定要胜过她心中这份恐惧 否则整个历史都要改写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可以启动 否则整个历史都要改写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可以启动 今天同样如果我们面对困难时我们要胜过心中的恐惧 受敌用恐惧拦了我们进入神的计划里面 但是我们要学会去降伏于神 就是12到14节所记载的降伏于神我们的第二个小点 当母帝哥知道了以诗帖面对极大的恐惧 当母帝哥知道了以诗帖面对极大的恐惧 她知道这个恐惧是非常非常的大 母帝哥就坚定地跟以诗帖说 母帝哥就坚定地跟以诗帖说 不要想着逃避 你一定要面对这个恐惧 你要思想你知道吗 神将你放在这个位置之上一定有祂的心意 神要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起没有祂的心意吗 所以我们要信服神的带领 所以我们要负上我们当负的责任来去降伏于神 甚至母帝哥跟他说 如果这个时候你闭口不言的话 诱带人必定会从别处得着解脱 摩特贾 told her if you keep silent at this time relief and deliverance will arise for the Jews from another place 看见吗 母帝哥的信心是一个不一样的信心 就算你不出声也好 神一定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带来拯救 神一定会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神一定会拯救他自己的百姓 但是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逃避不去面对 不去升过你的恐惧的话 神的恩怨会越过你的家门而去的 神的恩怨会越过你的家门而去的 你和你的父家都会灭亡 然后以色列会从别处得拯救 然后以色列会从别处得拯救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母帝哥跟以色列说 起来升过你的恐惧 让你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神一定会拯救你 一定会与你同在 当你能够这样降服于神 升过恐惧的时候 你就成为神职的器皿 困难会在你的面前逃跑 你会完全得胜过你 以诗帖啊以诗帖 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懂得这样去信靠你的神 这个就是母帝哥所发出的信息 当这个信息进入以色列的心里面的时候 当这个信息进入以色列的心里面的时候 以色列整个人就完全地改变过来 她就领受这份信心 这份信靠 她就领受这份信心 这份信靠 我们的第二个大点就是决心信靠 我们一起来读《以诗帖记》第四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节 一起来读这几段圣经 预备起 以诗帖就吩咐人回报无底改说 你当去朝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为我禁食三宗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 我若死就死罢 于是无底改召以诗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一个小点就是不吃不喝 The first point is do not eat or drink 什么叫不吃不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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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不喝其实是代表表示她的决心 在这个时候以诗帖提出她 要所有的书山城的犹大人和我一起禁食三日三夜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动呢 除了表示她的决心之外 她也要所有书山城的犹大人和她一起来专心祷告 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饮食 我们要放下一切肉体上的需要 专心来寻求神 专心来祷告 用祷告来遥动神的手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遥动神的手就是祷告 而且他们招聚所有的人一起同心合意地禁食三日三夜 她要集合所有众人对神那种的决心 也要提起所有百姓对神那份信心 来到大大的呼求神 在这个呼求当中 当然你可以想象它是包含了向神大大的认罪 以斯帖和末大国的心里面非常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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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人搞到国破家亡沦落到在波斯大国成为二等公民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 他们犯了罪 所以这三个就夜的禁食祷告 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重回在神的怀抱里面 透过这个祖告他们要大大的来回转 所以今天同样如果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起来认罪 如果我们可以起来大大的回转的时候 神就会在天上面随听我们的祖告 认罪在一条的锁匙 这条锁匙可以启动神迹 这条锁匙可以让神的同在再次回到这个大地之上 这个是祖告的力量 这是认罪的力量 这是认罪的力量 当他们能够这样去祖告 当他们能够这样去宣告的时候 他们对神的信靠就出来了 以师父母帝国去说 我就是要这样禁食三天三夜 当他们这样去禁食 这样去带戴去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我就去见王 然后他说当我去见王的时候 死就死吧 死就死吧 就是一个最大的信心 最大的信靠 这一份信心不是从血气而来 是因为他们讨告 是因为他们认罪 是因为他们回转归向神 归向神到一个地步 将生死都交在神的手中 当我们这样去归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归向神的时候 神一切都任憑你处置 当我们这样去归向神的时候 神一切都任憑你处置 但弟姐妹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归向神的时候 当你这样归向神的时候 天上的神怎么会将你放在死地之中 当天上的神见到人可以这样 谦卑悔改来寻求神的面 当天上的神见到人可以这样 谦卑悔改来寻求神的面 祂会裂开天空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祂会裂开天空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结果带来一个什么的结果呢 我们一起来读《以诗帖记》第九章第一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这两字圣经预备起 十二月乃阿达月十三日 王的御子将要举行 就是犹大人的仇的盼望 核制他们的日子 犹大人反倒核制恨他们的人 犹大人在阿哈除路王国省的城里聚集 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 无人能抵挡他们 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这两字圣经写得非常清楚 当他们这样去信靠神 坚定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当他们辟麻烦蒙灰悔改 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就是这个日子 本来仇敌要将他们完全撕住的时候 竟然整件事情都完全翻转过来 就是仇敌要下手击杀他们的日子 他们反转过来来核制一切恨他们的人 结果那一天没有人能抵挡一切的犹大人 圣经甚至告诉他们 因为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 甚至最后有很多其他族人 其他国民其他族人都跟犹大人说 让我们归化成为犹大人 因为他们大大懼怕没底盖 因为他们很害怕摩尼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二等公民的民族 到最后其他族人都想归化成为这个民族 一个这么大的翻转 一个这么大的得性的关键 就是那三天的禁食祷告 那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撕裂心肠归向神 在刚才娟娟依依带我们所看的绘本里面 最美丽的一幅图画 就是最后当抹底盖和以斯迪 一起戴着金冠面 是那两副女再次遥望星空 归回在神的同在当中 她们将她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 她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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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然黑夜有多深 黑暗有多浓 黑暗有多浓 神的星光始终不改 But the stars in the sky have never changed 神的盼望永远在我们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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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归向祂 The only question is can we return to Him 让神的星光指引我们的道路 So that His light can continue to direct us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迪家和智成 让他们给我们分享他们生命里面的故事 让他们分享他们生命里面的故事 让他们如何去经历神 神如何用星光、恩典指引他们的道路 How did God lead them by the light and His word? 神的星光 神之神 祝福